國內新冠病毒疫情 今天是新增三萬兩千零 六十八例的本土確診個案 而且增加了五十七例的死亡 而臺灣的新冠確診數與死亡率 是否高於全球多數國家呢 有醫師認為解讀數字要謹慎 並且預估在廉價過後 這疫情有栽升溫的可能 廉價最後一天 國內新冠本土確診個案數 來到三萬兩千零六十八例 比前一天減少二七點九趴 較上一週下降三點九趴 而新增五十七例死亡 與一百三十三例中重症個案 其中一名八歲女童 為特殊重症個案 八月三十確診 九月二十出現 方燒 紅疹 紅顏等症狀 九月二十四就醫懷疑為M.C 收治於家戶病房 住院後檢查有血壓偏低 腥胞膜 積水 及冠狀動脈發炎 給予免疫球蛋白 及類固醇等藥物治療後 病況改善 九月三十轉出交病房 已於十月五號出院 有媒體引述 All World in Data 網站統計 臺灣七日內平均 每日確診死亡四十四人 排名世界第七 若以每百萬人平均死亡數來看 臺灣為1.84人 僅次於多名尼加於香港 有醫師認為 數字本身有不同解讀方式 有時不一定能精確反應真實 這每百萬人 真的都是所謂的染疫者 所以應該是要抓住說 我大概是有多少的染疫者裡面 那中間產生了多少的重症 多少的重症裡面 再產生多少的死亡 這種比較才是一個 比較專業 比較精確的一個方式 根據國網中心 引用衛福部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公開數據所做成的 全球疫情地圖 臺灣七日平均確診數 十號的排名是全球第三 僅次德國法國 至於確診案例 在廉價過後 是否會再度飆升呢 將官與醫師預估有機會逼近六萬大關 也認為隨著選舉造勢活動增加 又提高疫情升溫的風險 記者你們莊志成綜合報導 答案